现在我们倒的漏勺 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是踩在上面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在上面啊 所以没办法 倒这个要一气呵成 不能断开 倒的时候又刚刚好 这叫一个功夫 就是倒满了 还不能流出来 还得叫它满 还得不能叫它流出来 这样的话 它那个最头上挂 挂的那个地方 挂的那个地方会比较饱满啊 如果你倒了 它流出来了 这是很麻烦的 流出来之后 那个挂的那个地方就会扁了 扁了 因为它铝少了嘛 压力少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这一点是很特殊的 然后把这个胶住胶子看能撬掉的 这么简单啊 它就是咋的一块 咋的一断 最后就断过 正常人用老虎钳直接粘在一块 它就直接就 直接就粘在老虎钳上 哎呀对 倒进去 倒进去它是水 老虎钳这一碾 一会儿 一提就 就出来了这个六勺 那一点 对